你禅定的时候是不动如山 我发觉我自己禅定的第一层的功夫 就是坚固 我会感觉到 好像是整个人 那个灵气 发流进到我的身体里面 然后就凌固 凌固就变成水泥一样的 全身非常的坚固 那个时候就像一座大山一样 如如不动 这个节受我是很早以前 我就得到这个节受 每一次我修法都得到这个节受 就感觉到这个发流从西空中 一直进到你的身体 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那么它的这个层次就非常的坚固 越来越坚固越来越 就像钢铁一样的 钢铁一样的一座大山 用这个毛丢过来 毛就断了 用这个刀砍过来 这个刀就剪掉了 那都是身体不好太弱了 简直精神不稳定的人才会入魔才会充换 才会完蛋 所以一般的刀砍过来 他们会退到心 就连这一个最起码的这个禅定他都没有 你能够修到能够坚固如山 就不可能退到心 退到心的 我看到连皮毛都没有 连摸到那一层皮 连生一根毛他都没有 这个才会退到心 这个才会退到心 这简单的一个禅定 坚固如山 如如不动 他都修不起来 他心里摇摆不定 我看他还是回家吃 吃妈妈的奶算 老实讲 这有时候道人的心也是很急的 像这一种 怎么那么疑传 那么笨 连这个最起码的 这个坚固如山 如如不动 他都修不起来 那回去吃奶算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们的心还是很急的 应该要修行 要修到什么叫做不动 这是起码的吗 戏不动 你不动就不会退到心吗 你心里动啊 你才会退到心 这个摇摆不定的 这个芦苇草 轰吹两边倒 哪边大 他就靠哪一边 西瓜靠大边 修行是靠你自己 不是靠别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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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哪边 这个大 哪边 这个 修行完全靠自己 你如何 如如不动 如何不动 如山 我这个 我这个 接受很好 你那个 法流进来 一层一层的 变得很坚固 像钢铁的山 充满整个宇宙的 像西米山的 怎么会倒呢 再来明显 很多人这个禅定 你问他 你有什么接受啊 干那有 干那不 好像什么 好像有 有好像没有 打死你了 什么 干那有 干那不 死 尉 外面啊,要让你看里面,用智慧去观察 要找出这个我的真实 这个叫明显 你看到这个佛菩萨很明显 你看到自己的本性很明显 不是朦胧不清,不是看到一个影子就算了,不是的 所以这第三个是明显 那智慧的观察现在眼前 明星见性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讲我啊,五蕴假名为我 你看到的我便不一定很真实的 你在禅定里面做梦,所看到的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在睡觉当中啊,所做的梦境也不是真实的我 这里有写 这个这一段的后面算来第三行 然如梦心,由内错乱真上现显为尽 谁能破除 这是很难破除的 确实 然后你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到底是真的假的啊 是犯啊,是真的啊 你搞不清楚 这是你里面,身体里面 因为你错乱了种种的意念 跟你的种种的受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境界 你梦,谁讲梦是真实的? 其实梦就是稀幻 包括你现实的世界都是稀幻的 何况是梦呢? 对不对?梦那更稀幻了 所以按照中哥八祖师讲 这个梦心就很难让你那个 你梦中所见 当然你会看到的 你会有一段的这个 你的本身的经历 有些是很真的 但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实的 有些是忘的 你没有办法去分别 但是这个真我啊 我之真实啊 是你本身的自信 是你看到原来你自己的本性 这个一定要求出来 一定要证明出来 所以你的尽力啊 主要是在求我之真实 这个我才叫做真我 真实的我 这里面有谈到显示恶空 恶空什么是恶空? 我空 人空我空 是属于恶空 是属于恶空 这个已经接近在谈到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的 我们人的身体啊 是四大甲合 地水火轰 四大甲合 合起来是因言而起 分开来 他本来他就是空的 这就是我空 那么我空里面呢 既然是我空 那么人也空啊 别人也是一样的 既然是我空 在众生也是空 就变成众生空 那么从我空跟众生空里面呢 找出一个真实的这个我 我之真实 这就是你尽力的目的 找到你自己的实相 明心见性 这一段所谈的 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 他最主要啊 有三个状态你要产生出来 刚才提到了 细 不动 明显 这是这一段的意义 那么